好啊各位觀眾回到比賽場地上 終於又來到新一場 所謂新一場新的開始 但就像一個曾經不想消費過的男士一樣 他的記錄永遠都留在妻子的心中 所以上一場我們得到來的教訓是什麼 就是月子BB1比0 就是要小心一點對方的上路 要針對IHKII來做BankPick 要不然又有一次好像上一場一樣 多少傷害都承受不了 其實我覺得他們應該留一些BankPick給上路 因為IHKII和黑色椒皮打上都很強 但是鑑於他們本身自己的命英分別 就是真的有分別 一個命雷文一個命Fordy Bear 其實就吃虧一點 黑色椒皮好像不是紅的大哥 不是嗎 不是啊大哥 好像搶了他的布朗 對啊不好意思 這樣其實我認為 如果我是子隊 其實就 不會說真的Bank雷文一隻 會選擇Bank一些可以分推英雄的女士 像伊瑞利亞和雷文 其實這些是單線單對單來說 可以儲勢優勢 反而我會放藍寶給IHKII去用 因為藍寶不可能去分推 所以其實BankPick來說 除了雷文 如果是我 我只對我會Bank伊瑞利亞 放藍寶給她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所以如果BankPick逼了IHKII一起走團戰的話 可能會發揮得更好 其實KII用 蠟兒又行不行 因為蠟兒我覺得 蠟兒很類似 雷文需要走位的特性 其實蠟兒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的比賽已經Bank了 所以已經YES 對啊 Bank了蠟兒 是啊 所以我看你說的時候 已經一掌打完你了 你已經是陰少了一下 我打算一腳打完你了 其實我真的是智障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開個賭局吧 如何呢 好厲害 如果男女輸的話 我捐入蠟 不如這樣吧 輸了打手板 我們不賭錢 好啊好啊好啊 輸了打手板 好痛啊 想起都害怕 我今場賭子隊的 我賭10下手板 賭10 原來有選手 有選手 有選手 你賭10隻手板 原來你有10隻手 賭10下 其實你是除了智障 不是聽將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 你有乳癌啊 你有乳癌啊 看看後科醫生 他已經Bank了六隻鷹 首先是雷三卓 雷國爾都不上來卡 頭兩隻呢 經常都出現的 尤其是雷國爾 剛才已經出現過 在 在 藍隊 雖然是藍隊用 是不是藍隊用 雖然是藍隊用 但是 他們知道威脅在這裡 他壓到這隻Lux 如果我聽過很眼紅 就非常非常慘 本身自己中路都算是拿到優勢 但是後來就因為上了死母的關係 又上了聖杯 基本上有20多分鐘 已經有389AP的話 都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其餘的Lux的輸出 所以在剛才那個輸出表現 以及伊札瑞爾的最後的QuadraQ的追擊技能力 導致上場輸 所以Bank雷國爾都很正常 很同意 不過 立布朗打這個齊勒斯 其實齊勒斯的壓力會很大 因為始終沒有後手 沒有反制技能 可以做到一個 限制立布朗 其實也是我預見一場 會不會又是一場 線上有一個全面壓制 從而令到他們團戰 沒辦法回到來的局面呢 但是這樣想 中路和Jungle的配合也很重要 你看到子隊也是MDP 對不起不是 是Your mom is duck 就選了兩隻有魂的英雄 去做一個配合 可見就 而這部setTrouble 就要打得小心一點 真的要打得小心一點 因為本身立布朗的體質弱 而且對著潘森可以有突進運 而且是有硬絲絲的Jungle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他前期換血的時候 真的不要用那麼多扭曲空間 因為你踏上去的時候 你被人扣住了一招衛儀 那就比較危險 而且他的Jungle 也是選用了加利歐 也不是一隻有 就是一定要打反開 反敦 又或者是 Counter Gank 的一些打法 所以 就要小心一點 是 小心為順 其實 有沒有一次我們不是看到 我們有沒有一次聽到 有啊看到 看到 看到 海特林應該是第二次出場 在這個比賽裡面 可以感覺到 其實 我可以感覺到 其實加利歐的Jungle應該也挺困難的 其實我認為加利歐不會是常路 假裝蟹吃了路 假裝蟹吃了奶 假裝蟹吃了奶 對啦 其實加利歐他們都很...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加利歐這麼熱衝 在這個比賽中有些看不透 不過他們不停出也沒所謂 他們用了 他們用了 那就... 立布朗 如果給我 其實我就這樣看啦 藍隊應該都好像 之前這樣 在一個線上做壓制 其實看這麼多場 除了上路之後 其實上中下他們的壓制 都做得很好 看到他們可能 有時候可能 只是IMG一個上路的壓制 但有時候 他們上中下一起壓制 基本上 慢慢拉距離 拉一個經濟距離 哪一雙贏 也不需要跟他們打團戰 又是... 又是... 又是這個感覺時間 你感覺到哪一隊會贏呢? 我感覺到... 我立布朗的中路 應該不會先輸 應該是先贏了 徐立斯先 我問你哪一隊贏啊 我只說哪一隊贏都不行 你能不能踢球啊 你賭球啊 你說 我感覺到斯朗應該會入球 但他那隊... 但他那隊贏了我就不知道 我能不能夠賭 可以啊 真的可以賭他入球 我可以賭球啊 真的可以賭球啊 真的可以賭球啊 我不知道啊 對不起我不是經常賭球 不過我們猜手殺啊 首先說上中下哪條路啊 哪條路手殺啊 好啊 說Jungle啊 我覺得有人猜Jungle啊 說真的啊 一猜就猜中路啦 立布朗 當然是中路啦 我覺得立布朗在換血的時候 會被人反蹲 我賭Jungle 今次 Jungle啊 那輸了怎樣 是不是打手板啊 要通的啊 打手板 打手板 不如晒 我倒兩下 打的而已 左手一下 右手一下 有根據的 但當他出現了的時候 我才把根據說出來 這個時候我就不說了 免得就穿了一些秘密出來 以成隊來說 我會 真的欣賞 多一點點藍隊 今次的組合 因為又是一樣 今次團控方面 我看見呢 I'm perfect 用的加利歐Jungle 多亮眼 在這個比賽中 算是這個比賽的成名英雄啦 你能不能說加利歐 其實加利歐 我剛剛就是想問一下你們兩個 就是 加利歐為什麼可以突然之間 在近來這個Patch 其實這兩個星期呢 出現率高了很多很多 其實我也看不透 這個人 這個人物 他始終真的很依賴 就好像阿姆姆 如果沒有招拉 會怎樣呢 其實加利歐跟阿姆姆一樣 只是他少了招拉 但反而很多人出 比阿姆姆 真的看不透 為什麼出加利歐 為什麼不出阿姆姆呢 多一點就追記 是不是因為他本身 他清兵 或者清Jungle的能力 甚至比阿姆姆呢 不可能 阿姆姆那招持續傷害 一定比加利歐 加利歐始終是一個 而且他還要持續司法大絕 挺尷尬 我真的看不透 不如阿底線你說一下 為什麼阿姆姆不選擇 要選加利歐呢 你覺得呢 因為阿姆姆算力 他的自保能力不算高 雖然他的開戰能力很優秀 雖然加利歐 但是他進去很難出來 加利歐 他可以有一個W 一個護盾加身 令到自己回血 令到做一個不差 經常呢 我玩加利歐的技巧 不同 你也說阿姆姆 加利歐是怎樣引誘敵人來殺你 然後呢 之後呢 再把他一些的魂血技能消耗了 放在你身上 在殘血的時候開帶 我很多時候 在比賽中看到很多很漂亮的 加利歐大絕就是這樣做到 但是不行的 阿姆姆你試試殘血開帶 阿姆姆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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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有強很多 因為本來他的Q技係數加成高 而且基本傷害 即基礎傷害力都高 那變相他不需要埋身 也都可以打到一定的傷害 然後才開一波會戰 是比較適合些的 但是對沒有沒有不同 他先要靠著隊友去做一些騷擾性的行為 先 那不要想錯 是一些哈拉斯 其實我也不知道中斌叫什麼 然後壓低了敵方的血量之後 才可以去開一波會戰的話 其實這個時間是需要長過加利歐很多很多很多 加利歐其實要做的就是 首先他可能站在一個比較危險的位置 然後去做一些哈拉斯文 然後去引導敵方去一個比較窄的位置 就是不需要特別大路的 就是昨天的時候我們也看到 有這個打法出現的 就是引導了整隊人 我不從大路直去我們的塔底 我就特意在大路轉進一個野區位 逼你和我打 加利歐就在那個位置立刻開大技 變成他必須要經過這個位置 後來你不走進去 那你是不是做不到輸出 但是如果你走進去那條路的話 你就受到加利歐的大技好制 這個兩難的打法 亦都是加利歐的大技好處 以及英雄上的用處最大化 但是阿姆姆不同 阿姆姆是做不到這些事情的 儘管他可以引導到別人進去的時候 但他亦都沒有辦法確保到拉得中的話 其實跟加利歐完全沒有分別 但是他更舒適的地方就是他不能撲 加利歐比較阿姆姆的好處就是他可以撲人 就是唯一拉 其實阿姆姆的唯一的好處 又或者叫做優勝 加利歐的地方就是唯一多招拉 但他其他地方保命的能力 保護隊友的能力 他控制的技能範圍時間也不會強過加利歐 因為加利歐他開完大技之後 他對敵人的減傷效果是50%的 所以是很誇張的 而且他是有一個有傷害的控制的人 那當然啦 這些大範圍CC 就是AOE的人 有傷害就一定的了 惡魚打 Evilia 很久沒見過 Counter Inc 很久沒見過 Counter Inc嗎? 誰會贏呢? 我以為伊瑞莉亞 就是黑色招皮玩的伊瑞莉亞 就出了什麼? 是Counter惡魚 黑色招皮玩的伊瑞莉亞 出了一名Counter惡魚? 咦? 是伊瑞莉亞的Counter 還是黑色招皮的伊瑞莉亞? 說不定他玩的玩法 其實是可以Counter到I Am Kit的打法 因為本來I Am Kit的打法 是玩雷文那隻攻擊向的打法 用在惡魚身上就用不到 但是黑色招皮本來是玩一些比較淡的英雄 而他伊瑞莉亞又不算是一隻全攻的英雄 他需要一些持續的輸出 即是和Fordy Bear是差不多類似 差不多性質的英雄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打法和玩法上面是會Counter到 即是本來這隻英雄已經Counter了 而他上面的打法當然要看著處理 但我覺得他的打法是會佔優一點 在這件事上面 觀眾也可以聽到 就算你說錯不要緊 就只要你繞到 在這時候 雙方的Jungler已經開始去第一個野怪點 也是青蛙和石頭怪的位置 而在這個比賽中 都比較少見 AD首先吃了這兩批野怪 而他從而拿到一個經驗值的等級 我看到野區 其實潘森去了對方的野區 潘森在蹲點的時候 其實是出賣了這隻小野怪 但加里歐竟然在這個時候沒有發現 就比較尷尬 而他也因為沒有重擊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的紅Buff 就落在潘森的手術 而潘森這個動作也做得非常成功 先捉到這個心理 伊瑞莉亞暫時看 應該就沒有輸兵 如果吃光的話 其實他塔底吃兵的能力 那麼卓越 本身這個英雄已經夠卓越 對於一些高端的玩家 伊瑞莉亞塔底補兵絕對不是問題 但相反地 如果雷尼克頓要推前 去吃兵 又或者做一些騷擾的話 是會比較困難 因為前期盡管他上到什麼都好 他靠著他自己兩段的位置 都會落入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或者一個很危險的領域 推過半線 對於雷尼克頓來說 不算太好的前期 因為前期你沒有眼 沒有視野的話 而且對面是一隻潘森 是一隻刺客型的Jungle 對於他前期的發育 不是太好 你看他現在要受到伊瑞莉亞 向前壓 他就開始想 究竟潘森會在什麼時候出來呢 咦 河道補了一隻眼 時機都合到好處 這個鱷魚插眼的時機 其實鱷魚見到的 應該就 哎呀 鱷魚沒有走到這個位置 其實4-5分鐘左右的時間 潘森也會上到來 剛才已經潘森交了 跟了閃馬 那點燃 哇 這個盾放得合到好處 令到Jungle的性命 居然不用死 好漂亮 加速 加利歐的加速 都是幫到很大 咦 但是加利歐的加速沒有加到 因為加利歐的加速 其實只是順著方向的人才會加速 如果是逆風的話 就是不可能加的 再加自己的移速 然後再去 再去 噢 對啦 底線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對啦 我本來想趕下去了 就是被底線你搶了來趕 我是名 我是名 這個加利歐的加速 所以我明白 我知道 你也是名 對呀 其實底線很細心 在我說完 還沒說完 馬上接下來 真的做得很好 差點的 以為我都不懂得玩 簡單一點就是有民規 對啦 而 翠絲塔拉和 莎娜 亦都要上到6等之後 才可以抗壓性比較好 因為翠絲塔拉出了什麼 前五是比較上打仗油 而且騷擾性 對著女警 也不算太高 如果你說對著手段的英雄 有不同說法 翠絲塔拉對手段的英雄 壓制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例如是扣甲摩 飛機 這一類都很強 而潘辛亦都下來了 怕拳上路 當然要怕下路 但是因為兵線比較前一點的關係 也沒有辦法可以做到一波成功的Gang 而相反地 中路的勒布朗 體拿捉緊時機 如果是做到一波的扣技的話 齊娜絲和潘辛哥的配合 絕對可以把ZT是自豬而死地 相當同意你的說法 想回應一下 聊天生一個小朋友 秋皮拉加利歐 不是加盾 是加防 跟你說一件事 就是他的堅韌護盾 其實文字描述方面 就是加利歐為他的敵隊友 施放一個護盾 持續四秒 你可以選擇 把某個器具 切掉然後放上youtube 我會很樂意去看到 那說回這場比賽 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加利歐被人壓制得相當重重重 你可以看到 因為潘辛呢 其實 前期的卡拉圖 令他帶來的優勢很多 尤其是騙了上路 但反而 這個鱷魚 好像上場一樣 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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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有一個很霸道的動力 所以其實無關 英雄事 是不是技術問題 還是怎樣 如果以我所看 其實就是 伊瑞里亞 黑色招皮 他的打法應該比較保守 變相 他不是 可能上場的關係 他變相 是比較 怕鱷魚的 對線上比較怕 然後 他不是很敢去 初期做一些換血 變相 可能 做成一個塔下的食兵 從而慢慢減少了食兵數 我覺得是一個 心理上的問題 其實可以做得好一點 這個就 還有 也知道 鱷魚 其實本身已經扣了點燃 他自己也都交了兩招召喚師技能 即閃免和點燃 他打得保守 也很正確 因為你不知道 加利歐 就算他前期 害怕的能力 有多弱也好 他也有機會可以做出一波害怕 他不是完全可以不害怕 這隻英雄 即是出到來 依然會有傷害 但是 他又沒有閃燃 他又沒有點燃 他又跟你換 他又跟你打也打不到 走 也不可能走 那我打得保守一點 即是我打得保守一點 好合理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 又開放了大拳 上去再打 再打一次 一下武功 有機會反殺 但是 鱷魚加一個生命技能 發發給 超過你 更多漂亮 危險遊戲 加成回血 算是 我不明白 紙隊會打成這樣 其實首先 7 打4 都不應該繼續打下去 其次 就是 他沒有留意到 黑色招皮是沒有魔 即是我在說潘森 他沒有留意到 黑色招皮是沒有魔 儘管他開了 儘管他開了 非天御劍 打一些真實傷害 去雷尼克頓 但也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比較大的傷害 因為他的血量低 他受到雷尼克頓的大技影響 也不敢近身去打 剛才就想 他差2-3秒就會好 招K 你一進去就被人收兩個 結果真的成功 其實我覺得 鱷魚 這個玩家 可以說他很敢打 很多位置都 膽大心細 他處理得很細緻 看他這麼多場上路 其實他好像沒有一場上路逆風 沒有一場都處於順風狀態 所以為何有觀眾的機器 也是有一個原因 不過其實他這個人都很把氣 我認真 你 怎麼這麼說呢 怎麼說呢 還有一個 對 給哪米的大技大眾 本身是有機會做得一波 我可以跳躍 有 但是接不接到過去呢 開了一個大部分 分解了六種物星 但是完全沒有空大 完全沒有空大 我獲得了一個反彈的機會 太敢打 有時候都未必是一樣 好像你 剛才I'm Kid 剛才在你說 講解一下路 那個情況的途中 其實I'm Kid 就在上面 閃現 去到最後一下的普攻 竟然不夠傷 導致到 他沒有辦法可以收到 黑色招備的 性命 反而吃多了最後一下塔 其實他拿捏的距離 已經拿捏得很好 只不過是 防禦塔在最後 最遠攻擊的距離 就打到最後一下 就 有點遺憾 暫時來說 前期 藍隊都打得不錯 有些優勢都拿到很盡 相反地 公子就有些話說 當然讓他講 那我看到 其實這次下路 海特林 就是贏了 10 差不多20兵 在這 藍隊隊伍來說 應該是第一次輸兵 那我看到中路 其實就是平兵數 而上路只輸10隻兵 其實 以輸10隻兵來說 不算很多 11分鐘 那下路呢 就輸20隻兵 反而下路的優勢比較大 可以說 那 其實這一場來說 對線 如果是 處於這樣的狀態 那才可以說 有團戰打 不會輸分推 沒錯 而潘森 也都在自己隊 推進下路的 途中 做一個蹲點 但他沒有選擇 向前靠 就是向前靠 草叢 而選擇 留在後方的草叢 留待著一波的機會 就去驚 嘩 竟然是他做先手 就有一個事件 經過了三招的CC控制技能 Sonna 也是命喪王全 這一波鏡頭 做得非常成功 而沒有了 支援的 Can't Hold 那就比較危險 但是加利歐 在這個時候 來到保線 舒容一下他們 下路的壓力 不過我覺得 療性於無 沒有什麼作用 不會有 一定要等支援出來 至於我們期待 已久的中路大戰 其實就 沒有什麼 特別大出現的人頭 咦?剛才我們 是不是賭這個Jungle 出現人頭 其實搜尢是誰 有沒有人記得 我們有些賭的東西嗎 搜尢是 為什麼一場比賽要說得到 我覺得這個風系不太好 不是 我們自己個人 是嗎? 有些事情發生 打手板 我覺得很嚴重 打手板 打手板 欺凌 我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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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無轉換血很漂亮 剛剛打不到 一個QE 一個 反過來 沒有事發生 這個無轉換血很漂亮 其實很難打 我欺凌 對 以一個名牌 的玩家 的角度 告訴大家 其實 其實 前期來說 比較難 而 IMK 因為見到 潘森出來的關係 而嘗試上去 換黑色招皮 一個雙雙鳥事 但是 很可惜 他的傷害 也不足夠 開完大技之後 有一個殘滅的加成 所以比較尷尬 尷尬開過大技 運用了兩個人做得不錯 在這個時候 火箭團也跳了上去 加里奧從頭趕上 也沒辦法 可以做到一波的輸出 嘩 這個大技竟然在塔底定 上塔底開大技 就比較危險 而他也是 交出了自己的性命 Kentzo 選擇是 看著那條線 先去 慢慢看著你死 連觀三彌道 在後面跳下來 去支援 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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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四打三的會戰 盡管普森到最後 真是 好好好好後 死了兩個人 才跳大技 但是 CUT了 水師塔巴的去路 也導致女警 可以在這個會戰裡 收到三個人頭 相信他可以回到他的時候 也能出到ID 其實剛剛這個下路 可以說你也很差 加里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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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位置 不可能中 但是他又放一些技能 其實看到他在加里歐 很多位置都兇了技能 然後變相 他又硬開大 其實他兇大技能 也挺多 連限定走位都做不到 他一定要留神 因為沒有上幾場 玩得那麼好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他其實初期表現 都差不多 是後期的 就是放了幾場 後期 看到潘森 去了上路 而I'm Kit 其實也沒有試 又不要說 送不送頭 算是 有組織犯罪 被別人 夾操來這樣做 這個潘森 來到上路 打算去一波GANK 剛剛 因為不想在計算上面 不是說怎樣都好 他打算處理紅BUFF 再去 處理I'm Kit 都有可能 然後六種蜘蛛 來到中間 來到補寶線 其實很不錯 因為齊亞斯 其實不是說 不夠這個納布朗打 有些情況 他是夠納布朗打 有特 有特 因為他的魔力量 他的清兵 其實比納布朗好很多 尤其納布朗選擇了 前期出一個魔村 而不出一個聖杯 而這個的 齊亞斯 出了一個聖杯 變成他可以不停推兵線 現在 現在 我明明 納布朗呢 出裝上面 應該有少許問題 可以出一個聖杯 他為了 壓 壓 壓 所以我現在才能去到很盡 但是我覺得他 他自己沒有亂 還有他在Jungle 做一些 自打2 那 這個裝備 完全無法發揮功效 那 其實小龍呢 到現在15分鐘 都沒有吃過 如果我以後所知 對 兩邊都沒有吃過 那其實我覺得可以做一些 其實熊隊 都有 有4隻眼 在小龍區 那 其實我覺得潘森 可以嘗試一下 吃一次 因為如果只要壓走 對面一波 哪個下路先走 的話 應該就 小龍屬於另一隊 所以我覺得海達林可以做 海達林在推兵線 海達林知道要多推幾波 我 因為其實看到下路 哎 下路一波的理來 我往也是 紅隊換血上面有優勢 如果本身的情況 再可能變大的話 真的要靠到加利歐先手 才可以承受到他們 上路塔爆賣了 然後進去 打黑色招皮 甚至你打上去 絕對不會怎麼差距 真的要有第三方的Jungle 來幫忙才可以打開拳頭 那Iunperfect 他的地方就被人拆過 倒了 陷入了俠鳳 本身開敗大樹 開敗截敗 不知風加速 看來就一個自除 關火到 這個Iunperfect 但繼續打敗 還會有機會 死這半獎 哎呀 失誤 失誤 加利歐失誤 這個位置上失誤 剛剛也說 只要有人退了 就可以吃這條小龍了 當然 就不是下路退 加利歐先退了 自己一個 香港的挑戰 其實我覺得他們單人的單線技術很厲害 而且 今場來說 相對於之前幾天的比賽中 他們的默契度 紅隊 很有著寶 相對於之前那場 上路 吸收了教訓 用冰英打冰英 然後 嘩 他知道一隻斧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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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I在這裡很難定 難定有錢 還沒得到水波 全身移退 全身都移退 那我就想不到 好啊 一隻Travel 在這裡都要死了 兩個人頭 殺不了人 還沒得到塔 還要被紅隊拿回兩個人頭 難得一個失誤 看到這場是2比9 經濟上差距是4千元 18分鐘來說 算是一個 不算是很逆風 但是 也不是一個小數字 可以說 看到是少許差距 很明顯 因為下路的 失誤一波 上路這一波 可以說 比較亂戰 咦? 但是凱特林做什麼春呢? 在這個位置 看裝備 也是很常犯的裝備 這個時候 竟然是加了兩招召喚師 的人 就去換走凱特林 這個人頭 又值不值得呢? 這一波的二打 夾擊裡面 就用了兩招大技 沒有用閃面 是沒有用閃面 反而是蘇娜 就用了閃面 還有去弱 去換走這個人頭 剛才就在這裡說 究竟為什麼會導致到 這樣的局面 或者局勢 首先要建功於 YMD的Jungle 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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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在上路的 壓制 I'm Kid 拖延了她的成長進度 然後從而降低她的統治能力 本身她的角色定位 就是比較保護性強一點的玩家 也是很敢去拼搏 也可以換到頭的一位角色 但是 從而在前期的壓制她來說 就降低了她這方面的功效 導致她沒有辦法 可以在一些小型的回戰裏 做到一些收頭的角色 導致她的發育 傷害 甚至是坦的能力 都降低了很多 依你所說 目前紅隊 只要打得小心翼翼 其實很有機會 拿回這場第二場的賽事 巴龍就有十幾秒開始 正式意味著 他們有機會 她會掌位置做一個 追逐一場的最終決戰 那就看到下路的裝備 其實AD凱特林來說 和崔斯塔拉 其實凱特林 足足贏一件大裝備 這差不多是 其實經濟上 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可以說 凱特林先前期真的挺壓制 這個崔斯塔拉 坦白說真的 崔斯塔拉前期這麼久 凱特林前期有一個 崔斯塔拉本身的優勢 開了這技能 剛剛就推進了 其實我覺得 S quandary 這個位置可以阻斷 開圓海大拳的地方 冷卻? 因為上路殺了海大林一次 喔 要不然剛才你看到AD這樣衝出來 其實都蠻不穩的 嘩 左閃右避 但是避不到這個拉線 第一下拉線來到 又是這個人頭 是站在身上 嘩 走位失誤 寬心 這個走位有點尷尬 有些看不透 他本身是想要去保持視野 那就確保到下路如果 如果保持視野的話 就可以轉向下路 做一個推進 但是他在插幻的途中 就遭受到同位 預子BB的隊員 去追擊 沒辦法之下 就命喪了 這個召喚獅峽谷 他這一下的確有點 不應該落單的位置落單 剛才在中路推進完之後 其實很正常地去想 你對冰屍下路 冰屍進來的時候 整隊武器去下路 或者中間做一些夾擊 是很正常的 所以五個一起走 就是月子BB 五個一起走 都十分正確 這件事必須要做 但是他剛才那個位置 一個人保持視野 就令到他陷入一個 不好的環境 死亡不到 助手不適 不是助手不適 命該如此 命該如此 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You are my destiny 大絕開了 這個位置看來也沒辦法 不死的 這個桑拿 不啊 如果 這幾個人中一定會死 我以為他會中 其實也不夠距離 他是一個草道開的 救的 不是應該說呢 索蘭開了大絕 自己太好了 但是我看納布朗珠蟹在做 對啦 但是不要緊啦 後上的IMKid 就點面收了這個潘森的人頭 咦 這一下擋魂 就導致Sonna 就沒有了一條命 哇 拿了我雙倍多危險 好漂亮啊 但是 自己有的 Support 也要 交一條人命出去 伊瑞里亞的追擊能力 實在太強了 這個位置受到一個包夾 黑色的射擊就比較尷尬 擋擋擋擋 擋擋擋 哇 還要避到整個Q 但是很可惜 最後還是被人收了人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呢 是點燃的關係 所以 IMKid也要被人收了一個人頭 剛才加里歐和崔仙塔娜 都很盡力保住IMKid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點燃的關係 是不會受到任何控場效果的影響 一落就落座了 來到23分鐘 人頭數方面 就開始慢慢追上來了 本身就6比2 雖然好像拉開了一個人頭 但經濟距離 也不會再像以前一樣拉得不一樣 而小龍呢 因為剛才那波的會智關係 也懂得十分之迅速 由YOU MUM IS DUCK 就在23分鐘 拿到第二點的小龍 說回團戰 我覺得 鱷魚在中路的位置 幫索娜擋齊勒斯的雲奇 那一刻 那個小走位其實真的很漂亮 因為他擋一擋 還要收回一個藍位的人頭 這個位置 真的 我覺得真的太精闢了 實力決定高低 細節又決定一招 我覺得 你如果 有這些小細節的話 你當你是隊友 你不幫隊友做這件事的話 你是 相反會建立一個劣勢在自己身上 因為Sonna那一刻回血 其實也有做一個二打三的fight 很重要 而且他很感悶 很欣賞KII這個玩家 不是說 其實紅隊也做得很好 為什麼有這麼多優勢 就是因為紅隊 很多的move 很多團戰做得很好 配合上 我自己的優勢是 真的是 RKII的一個人 來帶很多 有一個一獨身之力 你要記住 他自己一個可以影響到整個遊戲 其實很難 所以他的統治能力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關心為什麼要長期 在前期十分鐘前 都要不停住他 不停發蹲他 就算怎樣也好 我都要壓制他的成長能力 就算遭受到這麼大的壓制 你看到I'm really not 他也是沒有主導兵 甚至乎是領先十六隻兵 而剛才納布朗的換血 都換得不錯 但是因為 隊員竟然在這個時候 四散在角落 就沒有 反而給到一個很大的空閉時間 以及機會 竟然被人成功 他抓住了 如果沒有人幫他 做得到的話 這樣就明末尊散 但是 布朗主席是用錢 他決定了一層的技能 他都明末尊散 從他原來 加里歐看來有點疑 潘瑞穴 而你的 蛤 為什麼會在這裡開個大拙呢 我又不明白 因為就算我開個大拙也好 其實他都很聰明 不過 吹仙塔是沒有 貪於我的團結 他來得太遲了 因為他輸在下方單推 而我做中塔 被人很失望 這次真是 我可以說是一個 呃 太遲回城 他們這樣斷送了一個 這個中塔 而 崔斯塔拉 也是後知後果 已經真的太慢了 他們雖然 那四個隊友已經沒有反應 他們支援得已經比較差 但是崔斯塔拉 簡直是沒有反應 等你的塔打完 送了 開箭 先慢慢施施的過來 這樣導致這個 兵營 直接斷送了 可以說 橫橫張後 首先我覺得 有件事 呃 月子BB做得不太好 他知道 崔斯塔拉 不是在戰鬥範圍裡面 他選擇開回戰 而對方有一個 很強的反開技能 就是藍米的大技 他湧出去打的時候 其實藍的開大技是必然的 我就算 補不補到他也要開大技 因為你湧出來打 而一條這麼長的戰線來說 我沒有了一座的防御頭 我更加敢跟你打 就算你退也好 我就湧上來 沒什麼問題的 就算我的大技不中也好 我就湧上來 起碼你不能在那個位置 很穩定就先輸了 剛才看到的東西就是 納布朗首先出了他的時候 納布朗死了之後 而I'm Key也想鬆勾凱特琳 去阻礙他一些輸出 但很可惜他的坦 又不足夠 攻擊力又不足夠 所以導致他一個兩難局面 就是我的隊友未來齊 又follow up不來 又做不到任何的穩定輸出的話 基本上這場背戰是輸硬的 那既然是輸硬的 那為什麼要打呢 可以玩一個比較衝動的表演 因為現在呢 藍隊應該是走回上路的了 我想失算是基於他們 低估了紅隊的拆拆能力 其實在這個時刻 這個凱特琳的拆拆速度 是不瓦於這個拆拆 上去不能做完結 又好像上次一樣 透過無損換血 來到換了ADC一大部分 但是桑拿這個空大和他的走位 完全失誤 令到他們是無攻而還的 其實這波會戰很有機會贏 我不明白桑拿是大絕 怎麼這麼急 為什麼不出閃現放呢 其實甚至是他扣拆的招閃現 就算他死也不死也好 他下一波都有大技 可以做到一個不強的效果 而潘森明都兜了後面那條路 就到了 嘩 加里奧按了閃現大技 也是用了任何一個人 神經病因為他有坦裝的關係 都是他在塔底 一滴三 用一切 才在後面安全的位置 開了一個完美的大技 中了所有三法的大技 三法被發飛彈都中了 其實我真的很不明白 沙拉現在突然 令到他的團隊 是否有一個無法挽回的地方 他現在沒有帶著 中路波給他推進來 是否可以輸掉死亡呢 其實伴隨著一個完美的A4 所以我基本上都可以 完結這場的比賽 咦 也很迅速 也不太多時間 如果4-0的投票決定 就... 第二場的勝利是落入YMD Your mom is duck